诗篇第九十四篇 耶和华 你是深渊的神 深渊的神啊 求你显出荣光 审判大地的主啊 求你起来 是骄傲的人得到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 恶人得意要到几时呢 恶人欢乐要到几时呢 他们不住地说骄傲的话 所有作孽的人都夸耀自己 耶和华 他们欺压你的子民 苦害你的产业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 又杀害孤儿 他们还说 耶和华必看不见 雅各的神并不留意 民间的愚昧人啊 你们要留心 愚玩人啊 你们要到几时才能明白呢 那照耳朵的 自己不能听见吗 那照眼睛的 自己不能看见吗 那管教万国的 不施行审判吗 那教导人的 自己没有知识吗 耶和华知道 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耶和华 你所管教 用律法教导的人 是有福的 在患难的日子 你使他得享平安 直到为恶人所预备的坑挖好了 因为 耶和华 必不丢弃他的子民 必不离弃他的产业 因为审判 必在转向公义 所有心里正直的 都必顺从 谁肯为我起来 攻击作恶的人呢 谁肯为我挺身而起 对抗作恶的人呢 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 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说 我失了脚 耶和华 那时 你的慈爱就扶持我 我心里 充满忧虑的时候 你就安慰我 使我的心欢乐 凭着律力 制造坚饿 借着权位 行毁灭的 怎能和你相交呢 他们集结起来 攻击义人 把无辜的人定了死罪 但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我的神 做了我避难的磐石 他必使他们的罪孽 归到他们身上 他必因他们的罪恶 灭绝他们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必把他们灭绝 来自然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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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然的罪恶